再加下去 這樣就不會去拆掉 真的覺得加兩刀這樣 在台中市長盧秀燕和在地議員的陪同下 副總統賴清德這一天 特地南下到台中的大坑採柑局 這行銷在地農特產 也特地展現君子風度 實現來行銷台中的賭注 這個是不是盧市長本身就算好了 他贏 他也算贏 輸了他戴上獅子頭變成那麼可愛 他也算贏 所以他可能都是原先就計畫好了 不過我想就是說大家愛棒球 愛棒球 然後從而達成支持棒球 又能夠行銷台灣 行銷台中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棒的事情 我找他打賭 那有一個目的 因為我們即使輸了 他也會來幫我賣農產品 來幫我行銷觀光 所以我即使輸了也是賺 所以才會有今天副總統之行 那我要代表台中市政府 跟台中市廣大的農友 真的要特別謝謝副總統 職棒總冠軍賽的對賭 不管輸還是贏 副總統賴清德 都認為台中市長盧秀燕賺到了 不只炸毛濕頭造型超賣萌 還讓他來台中替柑橘農產來站台 由於之前擔任台南市長的時候 也有替東山柑橘行銷 被問到和大坑柑橘哪一個好吃 他表示各有千秋 台南東山的橘子是千倍碰乾 就是橘子還沒有皮 都還是綠的時候 它就已經成熟了 所以是一樣品質一樣的好 我這樣吃起來是都非常好吃 這邊有那種多一個味道 戀愛的味道 酸酸甜甜的 現在開始菜市場的時候 就是要好吃是要菜味 對 非常好的口感和風味 特別好吃 東山柑橘家味好 口感失蹤 但打坑柑橘酸酸甜甜 有戀愛的味道 都是台灣優質的農特產 副總統希望民眾多多支持和選購 促進農業發展 台中好舉 讚 藉由李靜陽台中採訪報導